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由香港小说会主办的 香港小说跨媒体创作大奖颁奖礼 奇惠斯利50周年座谈会 我是今天的大会诗仪 来自新城电台的节目主持Rachel 郑子彤 其实在我读书的时期 我都很想成为一位作家 所以当年我选择了中文系来读 所以今天我相信参与这个活动 大家都会跟我一样非常享受的 不过讲到其实创作 由一本小说构思 执不定稿以至到印刷 其实当中真的是困难重重的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作家 或者是上司创作的朋友 都会了解到当中那种的辛酸 但是香港虽然是一个弹圆之地 它只不过是短短的百年光景 在这里已经可以培育出很多很优秀的小说家 创作人 甚至乎是文坛的具象 而他们的作品也是陪着我们 每一代不同的朋友成长的 所以绝对是不简单的 而当中有很多的作品 都是改编过成为广播剧 电视剧 漫画 动画 电影等等 而近年因为那个多媒体的趋势 也都有很多的小说 是改编成为这个online game 手机的应用程式 甚至乎是微电影 我们绝对相信全球的小说创作 都会以这个来作为它发展一个新趋势 其实为了要进一步推动本地小说 迈向多媒体的发展 以及为香港创意产业 引入一些新的力量 所以香港小说会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创意香港的赞助之下 再联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以及是香港数码娱乐业支援中心 在2012年的时候 就正式展开了 香港新进小说家 跨媒体创作计划 同期更加是举行全港性的 香港小说跨媒体创作大奖 而这些活动 都得到很多的媒体支持 所以待会借大家掌声 多谢他们 分别就有 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动漫画联会 香港游戏产业协会 盟动商月刊 香港教育城 以及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全力支持 而明报读者网 也是今次这个活动的支持媒体 所以可不可以借大家掌声 多谢我们这么多支持的媒体 多谢他们支持我们一系列的活动 令到我们香港 可以进一步推动我们的文坛 而讲到今次的颁奖礼 其实我们的大会 一共都收到121份的参赛作品 当中当然有很资深的本地作家 又或者有新进的作家 他们暂露头角的作品 所以是非常之头痛的 要选择 而今次的作品当中 也是经过我们评审委员 根据参赛作品他们的创意 故事的内容 文字的表达 以及市场的潜力 经过了三轮的筛选 以及评审 在公开组 以及学生组当中 选出10本的入位作品 然后在当中选择出得奖的朋友 而在这些作品当中 也有偵探小说 有爱情的小品 题材是相当之多的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到 这些优秀的作品 提提你了 可以留意着这本 香港小说跨媒体创作大奖 得奖及优秀作品集 在当中大家可以先祷为快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本作品集呢 在我旁边这边 大家认着这个封面了 去到香港小说会的摊位 1A-E07那里 就可以买一本先祷为快 而另外这些作品 稍后也会在今次计划的 官方网站上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记住这个网站 三个W.hknxa.hk 重复一次是三个W.hknxa.hk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优秀的作品 而今天的颁奖礼 其实一共设有六个奖项 当中包括有 最佳小说奖的学生组和公开组 另外有最佳小说改编漫画奖 最佳小说改编短片奖 最佳小说改编动画奖 以及最佳小说改编游戏奖 我们用认同和这些表现方法 这些奖项来真的再一次 鼓励这一帮文坛优秀的朋友 好了不如说了这么多 在这个时候 我们先将时间交给 香港小说会秘书长 毅丁明博士 就跟我们致欢迎池先 我们有请毅博士 香港小说会 在创与香港的全力支持下 成功举办了 香港小说跨媒体创作大奖 在过程中 更加得到香港生产力出众局 香港数码娱乐业支援中心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以及多个专业协会的共同协作 得到了名作家毅康先生 乔政夫先生 乐乐小姐 DIV先生等出任评判 整体的成绩是可起的 香港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都会 思想活跃 创意澎湃 无论是电影 电视 游戏 漫画等等的产业 都需要以内容文本作为基础 这一次活动目的是以青年人为对象 推动小说创作 并且将作品的基本元素 作多媒体的改编 使得年轻的作者了解到文本的重要 以及如何进行创业产业的延伸 在推广期间 香港小说会更专门为青少年举办了一次公开的写作方 出席的青少年约250人 以讲座的形式 讲授小说创作 及改编等等的技巧和经验 在比赛中我们共收到公开组的作品71份 学生组的作品50份 文字总数142万 作品中不乏创意 是可以作多媒体改编的文本 通过评选 我们将得奖的作品分别进行了漫画 游戏 动画的制作改编 香港小说跨媒体创作大奖 不但肯定了本地文学作家的地位 同时更加协助发掘具有潜质的新进作家 为本地文坛注入新血 推动香港文坛蓬勃发展 今天香港小说跨媒体创作大奖 已经圆满结束了 并且举行颁奖典礼 以表扬一众优秀的参赛者 见证文坛 迈向新的一步 同时 由得奖作品衍生出来的跨媒体作品 也只顺利完成 得奖作品除了获得 结集成书之外 它衍生出来的跨媒体作品 更加会在不同的渠道发放 漫画及动画作品 会上载在 由香港漫画业自主开发的应用程式 香港漫画 及内地的手机应用程式里面 让本地及外地的读者 透过智能手机下载观赏 而漫画作品 更加会作连载 让读者慢慢细想 除此之外 作品更有机会参与了多个大型的国际赛事和展览 如IFVA独立短片及影像媒体比赛 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 香港书展 和香港国际影视展等等 改篇游戏更加可以在Apple App Store找到 随着有关作品在不同媒体及展览中曝光 我们希望本地深圳小誓作者 可以从中找到更多发展的空间及机会 为本地小誓创作 注入更多新的能量 再次 我再次感谢 创业香港 香港新产力出租局 香港数码娱乐业支援中心 香港教育专业协会 香港贸易法证局 香港动漫画联会 香港游戏产业协会 盟动商业刊 香港教育城 联合出版集团 明报读书网 毅康先生 乔正夫先生 乐乐小姐 DIV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冯应谦教授 香港小说会一众理事 及会员等等 多谢大家 谢谢 请毅博士 可以继续留步 二欲报到台中间 因为接着来 我们即将要请毅博士 为我们颁发香港小说跨媒体 创作大奖当中优秀的作品 得奖的朋友有三位 他们分别就是 黄思俊先生 他的作品是 《失去天空的香港》 恭喜黄思俊先生 除了可以得到这个奖状之外 还有这个纪念品 我们都会送给黄思俊先生 继续努力 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 恭喜 请黄思俊先生 在台上留步 先 我等一下所有的得奖者 都会一起拍张合照 第二位的朋友就是 吴汉全先生 他的得奖作品是 《被人遗忘的禁戒之书》 有请 吴先生 以往可能大家有感觉 觉得好像女生都喜欢写作多一点 不是 其实男生 他们都写得相当不错 透过今次的比赛当中 他们都可以得到奖状 和这本书作为纪念 恭喜 第三位得奖的朋友就是 崔敬文先生 恭喜 崔先生 他得奖的作品是 《黑盗公主探案》系列 《零一秒杀的法则》 是属于优秀作品掌的朋友 我们请三位得奖朋友 和魏博士一起拍张照留念 请魏博士站在他们的中间 和这班得奖者一起拍张照留念 希望我们三位得奖者 可以继续努力 写多一些优秀的作品 看到很多不同的题材 有关于香港本土的 也有一些很愿意的 再一次恭喜三位得奖者 也都谢谢魏博士 请各位可以到台下走了 接着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心急 到底六个大奖 花乐谁家 接着是重要的时刻 在颁奖之前 我们也要看看今次的掌座 因为这个掌座是很特别的 它用了香港小说会的logo 就是一个豆点去设计 亦都预议着 一切的创作 其实都是由这个豆点而开始 然后结集成为一篇文章 一本优秀的作品 看过这个掌座之后 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这个掌座的上面 其实都有魏康先生 他的首不提字 所以对于得章的朋友来说 是非常珍贵的一个鼓励 刚才提过 今次的香港小说 跨媒体创作大奖 一共设有四项的改篇奖项 当中包括有 最佳小说改篇漫画奖 最佳小说改篇短奖 最佳小说改篇动画奖 以及最佳小说改篇游戏奖 而且今次的得奖作品 也都已经创作成为漫画 动画 微电影iPhone App等等 或者一些游戏的 大家都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 欣赏到他们的作品 也都邀请到不同的专业人士 进行一个跨媒体的创作 令到这些作品 可以跳出了文字的框框 令到我们更多方面 都可以看到这些作品 很有动感的一面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 这个就是最佳小说改篇奖 而我们首先要多谢的 就是中国动漫产业的龙头企业 广州万有文化 因为就是协助我们完成 今次的漫画创作 而作品稍后 大家也可以在中国内地 知名的漫画杂志里 做年载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而今天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 是来自广州漫有文化董事长 金城老师 就是为我们颁发 跟着来这个奖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有请 广州漫有文化董事长 金城老师 欢迎邀请广州漫有文化董事长 金城老师 会不会颁发接下来的奖项 有请金老师 你好 金老师 好了 得奖的朋友 他的作品叫做《伤痕游戏》 这位朋友是郭志文 有请郭志文先生 郭先生 恭喜你的作品 得到我们最佳小说 改篇漫画奖的 之后在中国内地的漫画杂志 都可以看到郭先生的作品做年载 也要很感谢广州漫有文化 去到之前的活动 好 那我们不如请郭先生 跟我们讲一下得奖感受 我们请郭先生 跟我们说一下他来得奖的感受 很多谢大会搞了这个比赛 令我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奖 我一直都觉得 努力得到回报是一件挺幸运的事 我今次很幸运 多谢大家 我们都很幸运 可以欣赏到你接下来的作品 多谢你 恭喜 亦都谢谢 亦都谢谢 精彤老师 谢谢 可以请两位到题上面休息一下 谢谢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 这个就是最佳小说改篇动画奖 其实小说除了电影电视剧或电视創作骨干之外 近年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改篇成为动漫 而今天我们很荣幸在这个颁奖礼上 都可以邀请到远渡由台湾而来的 徐秀美小姐为我们做颁奖嘉宾 而徐小姐她就是 《危康不孝》 《慧斯里小说》的封面原画师 她的画风 大家如果经常接触《危康》的作品 都会看到是非常之天马行空 很配合到作品里面的人物个性 现在我们用掌声来有请徐秀美小姐 为我们颁发的是 《最佳小说》改篇动画奖 欢迎邀请小说的微小姐 非常感谢您的出事 得奖的朋友 她的作品让我先看看 名字挺原意的 《灵探緝空》 得奖的朋友 今天的女性代表 她就是梁雪林小姐 恭喜你 可以在 徐小姐的手上得到这个加许了 《灵探緝空》 好 谢谢 薯小姐 薯小姐可以带我提示 下面秀斯一下 那我们就看看了 梁小姐 你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得奖感受 或者创了什么新宣 写这个作品 其实是我第一次写原意 或者偵探故事 我完全没有想过 自己第一次的尝试会获得奖 我觉得非常开心 我多谢帮我的所有朋友 多谢 再一次恭喜你 你在这方面非常有天分 希望你继续努力 写多些很原意的作品 给我们欣赏一下 好 接着下来 我要颁发的是 最佳小说改篇短片奖 讲到其实香港在70年代 经济起飞 而承接着60年代 后期兴起的国语武俠片 很多的武俠小说也相计被改编成为电影 这个我相信 做了很多朋友都看很多的 而在90年代开始 亦都是公仔商的年代 所以时至今天 微电影的兴起等等 亦都是令到大家有很多的途径 在公仔商里面 看到不同的创作和作品 而今次我们都很高兴 可以有香港著名的导演 李力池 司徒夹大先生 以及在一帮制作的团队合作之下 将这个最佳小说改篇短片奖里面的作品 就拍成为一部微电影 非常之有戏剧性的 而今天我们都很高兴 邀请到网络红人 兼是这部微电影的监制 司徒夹大先生 为我们有办法跟着下来这个奖项 我们有请司徒先生 到底得到最佳小说改篇短片奖的 会是哪一位的朋友呢 咦 作品的名字叫做 最爱不是枕边人 得中的朋友是郭志文先生 恭喜你 再一次就是拿到奖项 请两位来拍张合照先 好 在这里 谢谢司徒先生 可以到嘉宾席上去了 郭先生 再一次拿到奖王 又有什么感觉呢 多谢李导演 司徒夹大先生 和YouMovie的团队 他拍出了很精彩的一部微电影 多谢 也都多谢你 创作了很多精彩作品 继续努力 好 请就座 接下来要颁发的 就是这个最佳小说 改篇游戏奖 其实大家都会发现 这几年红爆大中华区的 一个新兴的创意产业 就是一些网上的游戏 很多是电视广告 而很多都是由小说来到改篇的 令到这些游戏更加有故事性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或喜欢打机的朋友 都会感受到这种故事性 和那种的张力 而这次大奖这些作品也被改编成为网上的游戏 将大家带到这个作品的世界里面 而且我们接下来要请的这位颁奖嘉宾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意香港代表 邝惠贤女士将会和我们颁发这个奖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请邝女士 而创意香港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支持各个创意产业的发展 这次活动得以顺利举行 也要再一次多谢创意香港的全力支持 好了 这次得奖的朋友 她是女生来的 她的作品叫做《半原二文录》 得奖的朋友是沈澳雪小姐 恭喜你 沈小姐 大家的创作可以在不同的范畴里面展示出来 好 最后一次恭喜 也谢谢邝女士 我们请沈小姐讲一下你的得奖感受 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有一个平台 给我去分享自己的作品 还有令到大家可以认识到 有一篇有一个学生写的作品 也都给了我的动力去成为作家 也多谢大会有这个比赛 多谢你参与 期待着看到你更多精彩的作品 恭喜 好了 事不宜迟 接着我们要立即颁发的 就是这个《最佳小说奖》学生组 我们先请我们的班长嘉宾 有请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企业创新副总裁 林广诚先生 为我们的班发 接着来这个奖案 有请林先生 得奖的作品 它的名字很有意思的 叫做《黑白》 这位的朋友是梁绍忠先生 恭喜梁先生 《黑白》这个作品 文字意象非常之反复 而且创意无限 是一本引人入性的作品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梁绍忠先生的这个作品 《黑白》 好 我们先谢谢林先生 请梁先生来说说你的得奖感受 好 多谢这个主办单位 给我一个平台创作 当然可以多谢天航先生 虽然他不在 但是我真的很多谢他 因为他令我喜欢文字 而且知道文字的创作是很有娱乐性的 谢谢 谢谢你 我相信对你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继续努力了 好了 最后终于到了今天的押续奖项 这个就是最佳小说奖的公开组 当然了 我们先请我们的班长 第二个教训就是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代表 陈恒英女士 我们有请陈女士来到台上 来帮我们颁发这个奖项 这个名字大家很熟悉的 《伤痕游戏》 得奖的是郭志文先生 恭喜 再一次得到奖项 郭先生的文字是以正确的意证 和简介的文字取胜的 而评审认为他的故事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幻幻相扣 愚味无穷 而且是劳火纯清之作 再一次恭喜你 也谢谢陈女士 帮我们颁发这个奖项 好了 郭先生 第三次说你得奖金手了 很开心 多谢大家 我相信你会将这种动力和兴奋 化成你的力量 写更多好的作品 对吧 谢谢你 恭喜 好了 这个时候 不如我们也继续讲了这么久 我相信大家很想看 这次改编而成的作品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预备了一条短片 给大家看 请大家留意一下台上的银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需要关注 Yeah 当大家计划作家 发展他的潜力 你可以透过漫画去了解小说的内容 并且可以透过游戏 亲身体验主角袁如海 守一下涂红剑 踏遍万里河山 为寻人翩一半重逢 进行这个爱情长卡游戏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个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想念她了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你平常知道人家怎么叫你? 演唱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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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走这么有纪念价值的DVD 而在这个纪念的DVD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还有著名的作家天杭 以及北明 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创作当中的心路历程 所以现在在从事创作的理 又或者很想去从事创作 这张DVD也是不可以错过的 接着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 其实接近尾声 要非常多谢在座各位的大力支持 令到我们的颁奖典礼可以顺利去到举行 香港小说跨媒体创作大奖颁奖典礼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多谢 多谢各个的媒体各个的支持机构 去带来支持我们的活动 希望各位喜欢创作的你 可以继续努力将你的心血带给我们 接着我们将会举行的是一场中港台三地小说家 他们就是跨媒体的一个交流论坛 三位中港台的代表分别有 中国爱情小说作家乐乐小姐 另外还有香港著名的 武俠小说作家乔正夫先生 以及台湾的幻想小说作家Div先生 都会现身在现场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的文字被改编成为多媒体的作品那种感觉 以及讲一下这种趋势将会如何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希望大家就要密切留意着 这个时候我也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接下来三位的嘉宾 首先就是乐乐小姐 她是中国内地首位一指的销亮 以及口碑兼备的青年女作家 在业内和知名的作家郭敬明并提 而乐乐他的作品拥有美好的少女情怀 以一种很独特的文学方式 来改变新生代他们文学的面貌 而他也创造了一种 跟当前流行的青春阅读回忆的艺术世界 待会大家就可以透过他的分享 去感受一下 另外乔正夫先生 也是香港著名的武俠小说作家 他涉及的范围很多 包括有新闻的翻译 电脑游戏 以及编剧等等的工作 曾经也是担任翻译员 现在他专注在文字和跨媒体的创作 偶尔他也会为香港的流行音乐 就是《田下词》 我也有幸播过他的作品 而曾经也是出版《杀蟬》 《舞蹈狂之思》等等系列的小说 待会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风采 而最后这位DIV先生 他就是台湾著名作家 也曾经获得《苹果日报》2011年 唱销排行榜年度唱销作家 而他的作品屡次得到 《博客来》金石堂唱销排行榜的排名 他也代表有《阴界黑邦》系列 又或者是《地狱》系列 《二》系列累积就是 这个销售突破47万册 而其中这个《地狱》系列 亦都是获得《博客来》2012年 《博客来》年度百大年度唱销100的这个树荣 并且已经售出电影版权 电换的版权 以及泰国版的版权 非常多的发展方法 而即将也推出两种版本的漫画 和大家简略介绍过三位讲者之后 不如我们先看看 和他们有关的作品的短片 待会请他们现身现场 大家聊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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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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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只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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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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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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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